可是呢這個當然最近除了 這個AZ跟莫德納大家在討論 可能量快不夠了 那國產高端能不能夠接上來這個問題 可是你看臺北市長 柯文哲對高端就意見非常的多 然後他甚至認為說 政府這個護高端護得太過分了 然後去阻擋了這個國際疫苗的 這個採購的這個時程 而且因為他不信高端 所以他說臺北市要自己買 而且呢要花這個60億 那今天進行討論 等一下再問這個看法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這個萬華茶市副業的問題 看起來呢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還是蠻堅持的啦 他說呢他根本沒有逆時鐘啊 因為呢他是有條件的開放 他認為現在罵他的人 都是這個中央廚房的這個認知作戰 那你怎麼看喔 這個現階段在9月份的時候 開放萬華茶是真的不會有問題嗎 那這樣講啦 其實我們看疫情很重要的是說 要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待 不是說盲目的說我們自己做得好 但是也不用說看到有很多人在罵 就覺得臺灣要完蛋了 還要沉淪了 因為我們如果從這個整個疫情的曲線 來看的話 五月中一直到現在 因為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確實也達成了其他國家 沒有做到過的事情 在這邊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澳洲的學者 他在他的推特社群上面所發表 這個學者呢 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他也同樣的在推特 他曾經po過一個文章 他說臺灣過去一年半做得很好 可是呢 現在卻爆發疫情 是因為呢 對於縮短航空人員的隔離期間 太草率 他那個時候用了一個字說 臺灣太自滿了 自認為很安全 所以導致疫情爆發 不過八月七號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他po了一個新聞 他是什麼 下面這個曲線是臺灣的疫情曲線圖 我們的確診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呢 讓這位澳洲的學者嚇一跳說 原來我們從這個大爆發的曲線 現在已經走到什麼 現在已經走到一天 大概實力上下了 為什麼他特別po這個 因為他說 在幾個月之前 臺灣是有一個major outbreak 一個爆發啦 但是臺灣沒有放棄清零的目標 所以今天呢 他們成功的降下來 到了實力左右 這樣一個數字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防疫的成績 在五月的時候確實破功 但是因為大家現在很努力 把他壓下來 之後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看得很清楚說 臺灣到目前的策略 防疫的策略是有成效的 現在也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在這個追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這邊 你去看 這是一直到今天統計最新的 最新的一個數字裡面 我找出了我們亞太地區 亞洲跟太平洋包括澳洲跟紐西蘭 疫苗的至少打過第一劑的覆蓋率 新加坡這個真的要給他按個讚 比個大拇指 新加坡非常的高 超過七成以上 那接下來是什麼呢 接下來是我們臺灣一直長期在比較的 日本跟韓國 日韓當然也非常的高 對不對 那你看再下來往下排是什麼 往下排就是臺灣 這個疫苗的覆蓋率 我們從五月份的時候不到百分之十 現在一路衝到百分之接近三十七 那下面呢 大家來看還有兩個富裕國家 很多人都說 我們不要跟比我們貧窮的國家比 但是如果我們跟比我們富裕的澳洲 跟紐西蘭相比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甚至紐西蘭的覆蓋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是比我們低的 為什麼會這樣 紐澳也可以說是防疫的模範生 為什麼他們的疫苗覆蓋率 現在還比臺灣低 其實各個國家都有遇到各種不同的困難 那當然這個各種不同的困難 在這邊也不用一一細數 只能說這件事情並不是說用一個陰謀論 你就可以去掩蓋掉全部 尤其是像我們臺北市 說因為中央都不滿疫苗 所以臺北市自己要編預算 第一個這個預算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送到議會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編 第二個我要講 他如果真的編了 我一定支持他過 我一定支持他過 因為是非經過不知難 我議會給你預算之後 請臺北市政府去採購看看 尤其是他現在放話說 採購管道沒有問題 一定有辦法買到 一定有辦法買到 對 那我就 我還認為說臺北市政府 你要做就乾脆做到最好 你乾脆表現出 你比中央更有辦法 所以你最好給我買到什麼呢 給我買到國際上有正式藥症的疫苗進來 看你能夠買到多少 對不對 他買得到都可以直接選總統 真的買到多少算你多少 對不對 有的時候有一句話 看看你的本事 就站著說話 你不要不腰疼嘛 你別人說你叫你去買菜 你買這是什麼 每天在那邊噼哩啪啦 等到你自己提著菜籃子去買菜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看看 你做的到底好不好 做的好 大家當然給你掌聲嘛 但是你做不好的話 其實你過去所有的批判 反彈到你身上啊 像這個柯市長 經常批評中央這個那個 哪裡做不好 可是光是台北市一個阿公店 他就沒辦法處理好啊 之前為什麼會阿公店 這議題帶起來 並不是說有哪一個議員說 市府趕快開放阿公店 是市府自己講 市府開記者會的時候 自己講說 這個阿公店會專案的去給他輔導 然後呢最快九月可以復業 要再現阿公店的風華再現這樣子 說到這樣啦 那你這樣講市民會不會覺得緊張 會 市民緊張來問議員 議員去調查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真的是非常小可 我看還好 你看更緊張 像我自己調到的資料 從去年八大行業復業 去年八大行業停過一陣子 後來復業 一直到今年五月萬華爆發群聚之間 對於阿公店的防疫機查 我講的是防疫機查 不是什麼違建那種 防疫機查次數是零次 零次 零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有史以來 我們臺北市雖然立了法說 我們的八大特種行業 有自治條例 所有業者你要合法經營就來登記 但是特種咖啡茶市的登記加速是零加 因為他不在那個名冊上 他沒有來登記 不在名冊上商業處沒有去查 今天講那個簡素培議員說只開罰五次 他還是把一些其他的不是防疫的機查算進去 針對防疫的根本就沒有去查 那你現在柯文哲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你只問商業處 實際上還有衛生局跟警察局 所以是議員帶風向 我建議臺北市政府我在這邊建議 你把衛生局跟警察局開過 這個特種茶室的防疫罰單 紀錄拿出來一翻兩瞪眼 如果你真的有去開過幾張 那可能議員誤會你 但如果沒開過的話 你就不要來講別人是認知作戰 對不對 因為我們手中的資料 也是市府自己給我們的 說真的這個議題是你自己拋出來的 那你拋出來之後沒有任何配套 大家擔心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被監督 是不是應該被批評 那你呢現在反過來講說 你們批評我的都是抹黑的認知作戰 那我就覺得這個簡直是倒果為因 阿公店在法律上就是特種行業 因為他有賠飾 那如果說沒有賠飾 那叫餐飲店 對啊什麼差別啊 餐飲店現在就可以內用 你知道有個隔板有個什麼 那你說有些阿公店沒有賠飾 那你就跟我講說排骨湯 剛剛沒有排骨一樣嘛 對不對 有些阿公店沒有賠飾 那他就不是阿公店 他就是單純的純小吃店 那就是餐飲店啊 那有什麼開放不開放的 搞不清楚 然後蔡炳昆副市長出來 講說阿公店在線風華 那大家來監督的時候 你又市長就跳出來說是認知作戰 難不成是蔡炳昆對柯文哲發動認知作戰嗎 這個一整個亂七八糟的時候 你就知道批評別人非常簡單 可是等到你自己要主持大局的時候 你今天講說買疫苗 你知道你很厲害 你來做也不會太差 拜託你先把這個特種行業 八大行業的這個大局給主持好吧 至少在發言上面 不要隨便插槍走火 然後再來甩鍋說都是別人的錯 任何事情講出來之前先想清楚 因為你是市長 你不是一個政治評論員 你不是一個名嘴 市長副市長市府講話是要負責任的